實在十幾年買二十年的一個很好的兄哥 在這裡來跟大家的朋友來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我們的工廠 我們的公司我們的工廠在高雄市裡面 算是最大的一個海豹製作工廠 在高雄市區裡面是一個很大的輸出的海豹工廠 我們這裡佔地差不多171坪 建定額差不多150坪 一二三坪建坪450坪的一個海豹製作工廠 在這裡我們主要的人客就是 廣告公司、招牌公司還有設計公司 這就是我們主要的人客 當然在外面我們看到的工廠、漢堡、海豹 這都是我們這裡工廠做最後一個階段 最後一個製作的一個有機器生產的工廠 但是我們的合作夥伴就是 剛才我說的我們的合作夥伴、人客 就是我們需要這些設計師 把他的檔案設計得好,把檔案給我們 然後我們再來做這個hyper的呈現完成品 所以這裡我們外面看到的 不管是商業來說 你要開一間店 不管你要開服飾店、餐飲店、什麼店 都需要工廠、都需要工廠、都需要一些hyper 這就是我們這個工廠 來做最後呈現完成品的部分 然後在選機來說 當然就是不管是我們現在的選機場 不管是哪一個黨派的候選人 最好他的設計師做好意 最好他的彭博、手舉牌、關東旗、補條 這都是跟我們工廠來做最後的製作成品 再由我們這邊來做施工 然後把彭博掛去讓我們看到 讓我們選機先看很多彭博、廣告 這就是在我們工廠來做最後的呈現 你這個海報要輸出 我待會兒要拜託你 來讓我參觀你的工廠 包括你怎麼輸出的成品 很多人在電視看到那個 有夠大廠 看到這個大家都覺得有趣味 所以說這到底是要怎麼做出來的 駿達這是一個有股東資的公司 當然我是一個很榮幸的 就是說我讓我們的高東推派 來目前來管理治理這間公司 駿達這間公司在高東市 成立了2012年有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也是沉盟很多我們的設計師的前輩 還有設計公司、帳牌公司、廣告公司 這些設計師的這些前輩還有這些老闆 這些老闆沒有氣氧 一直讓我們駿達這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在這個廣告的 輸出廣告製作這個部分 來替大家盡一份心力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最後的終端的製造者 就是在我們的廣告成品呈現完成 那當然在文創的部分 當然現在的廣告呢 就是說大家都想要一直變化轉型 然後大家想要有新的東西可以出來 當然在我們這個行業裡面 我也是一直想要有什麼可以創新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做一些 比如說我們有跟一卡通的公司合作 我們有做一卡通的卡片 然後來做一個客製化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的杯墊 還是說我們的客製化的地圖 這種也是我們一個公司的產品集 當然在這些過程當中 當然我們也是要仰賴這些社會書的朋友 社會書的老闆、社會書的前輩 讓我們有一個設計的 他們的靈感來源的檔案 來完成一個成品 是這樣 我為這個 我都叫他阿甘 劉重甘 他還沒做兵以前我就萬一 從還沒有當兵 到當兵回來 我覺得這個年輕朋友很優秀 你給大家介紹自己 我剛剛還沒說你個人 你是頭什麼相關科系還是什麼位 老實說 我是跟東方比亞的一個學生 我的名字叫劉重甘 所以我的朋友都叫我阿甘阿甘 所以名字聽起來沒什麼順口 沒什麼好聽 但是這就是一個我阿甘給我好的名字 我也是當初到現在我也是習慣了 大家都會聯想去另外一個疑的聯想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因為對以前跟我做朋友 對國中國中到現在的朋友 其實都很容易會記我的名字 因為叫做阿甘 你是什麼叫什麼幹的 這就是我後來覺得我這個名字 其實是好的也不錯 我跟我阿甘也很有元件 當然驚在這棟 剛才我有說過就是 因為多好我們公司的股東 有給我一個舞台 給我一個機會 給我財財 所以我也要把這些年輕人 跟我們這些後輩 可能來給大家做一個建議 台灣真的不缺抱怨的人 只缺捲起袖子做事的人 沒有永遠的不景氣 只有自己不爭氣 所以在這裡要給大家做一個共鳴 這是之前我們的前輩一直跟我們說的 我們台灣現在欠缺太多 我們台灣太多太多 在那一直在抱怨 在怨天遊人 在那說自己食不與我 自己怎樣 可是我覺得今天我跌跌撞撞 我一路對我 我是三婆做的小孩 到我爸爸媽媽這樣把我媽媽抗打起來 我也在一路上 遇到很多貴人給我機會 給我舞台 讓我有一個機會 可以在這個舞台上發光 可是我發覺一點就是說 我個人雖然我沒有什麼偉大的學歷 不是台大 不是哈佛 不是什麼名校畢業 可是我覺得我們做人 就是我們自己 知道自己的本書